會跟他聊電話就通電話 你也知道通電話都要頭 走進去被監聽了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被監聽 其實有一天半夜有一天 我爸就叫我回家 回家之後發現20個警察在我家裡 20個 這麼大的震場 外面停三台警車 那當然我就被帶走了 我爸已經傻眼了 我看到那個男公關就嘻嘻哈哈 坐在那兒 好像事不關己一樣 他是最大條的人 他是主事者 他就嘻哈 坐在那兒 就這樣子 他真的很討厭 就好像 好像就是真的 好像是我被你害到來這裡 結果你那什麼態度 就帶他的女朋友 原來你男公關你還有馬子的 竟然跟人警察說我是誰 那明天新聞事報的我比他還大 那我就不爽了 我說對啦 他就是要頭 我跟你講我自身攤 我消他消費 我就讓他消費了怎麼樣 我現在自身攤 我讓他直接判七年 確實他確實 隔天他的報紙出來 確實我頭比他 我的頭比他大 恭喜 對啊 但是至少我緩住一口氣了 他竟然要說我是誰 讓我這樣被大家消費 我不會讓你好過 我只是讓你親人進去 酒店的文化 我可是略懂的 因為我還做過 你做過 真的做過 我有做過一天 那時候 還在做我 那時候我18歲 聽說做一天失聲六次 好晃 很慘 喉嚨眉鮮 一起眉鮮 對 還不然話滾 沒有 那種時候 18歲的時候 一下去 那個媽媽對我很好 說你長得太漂亮了 那天還有當天 有客人直接走到我旁邊 就說你這個小姐 是整店最漂亮的 我就要你 對 然後那天我就 你下去了鬼屋是不是 沒有 然後當天就叫我坐在那裡 我說不好意思 我不會喝酒 他說你不用喝酒 當天不用喝酒 然後我會叫客人 這樣每天框你 你框你的時候 你也不用離開店內 你就繼續做下一桌 所以我那天翻桌翻了三桌 然後我半滴酒都沒有喝 我就直接坐在那裡 我就這樣一坐在那 這樣坐在那 就長了 大哥 這樣子 我就這樣 我不會喝酒 大哥好 然後 你是嚇掉了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就這樣子 我就靠張臉 走天下 不然怎麼樣 然後我認為那天 直接賺了三萬塊 我當天就賺了三萬塊 三小時賺了三萬塊 我就覺得三萬塊已經很多了 那是詐騙吧 怎麼樣 那小弟跟我騙啊 客人跟我騙 他親家情願的 怎麼樣沒有問題啊 他有意思啊 他已經一個月賺三萬塊 我當天賺三萬 最近這個 剛剛還對他那麼溫柔 又怕死人 這個難公關就是 我們只是去消費嗎 去玩這樣子 那一段我不知道他是個藥頭 那藥頭 那你也知道那時候就是 那這裡跟你 一定可以聊得開 對 那 對 其實 喂 他就是看起來 沒有 先都是也廣嗎 所以當然嘛 一定會聊 那當然就是有電話 就是會跟他聊電話 就通電話 你也知道通電話 都藥頭 我手機就被監聽了 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被監聽 其實有一天 半夜有一天 我爸就叫我回家 就回家之後發現 20個警察在我家裡 20個啊 20個 20個 外面停三台警車 那當然我就被帶走了 那我爸已經傻眼了 那我當然我也傻眼 我不知道怎麼面對我爸了 我就這樣在我們家 活生生的上銬帶走 還沒上銬過 然後上銬之後 你爸這樣一直很大顆 那時候到大顆 我爸認為我是超乖的小孩 結果竟然給他弄一最初 你知道嗎 我到警察局的時候 我就警察把我靠在那兒 靠在那兒 我看到下面的20個人 都是我不認識的 就全部的都是可能 他那個消費者 所以我看到那個男公關 就嘻嘻哈哈坐在那兒 好像事不關己一樣 他是最大條的人 他是主事者 他就嘻哈 走在那兒 就這樣子 他真的很討厭 就好像 好像就是真的 好像就是 我被你害到來這裡 結果你這什麼態度 就帶他的女朋友 娃娃你男公關 你還有馬子的 你才跟我說 我跟你講 他就說 你可是什麼黑社會是吧 黑社會 是不是 你是黑社會美 我 又認識你 重點是 我跟你講我也沒什麼名 我已經退出黑社會很久 不需要這樣消費我吧 我都已經酒店上班了 你還想怎麼樣 然後他那時候 我那個話 我聽到這句話 我整個火就上來了 竟然跟著警察說我是誰 那明天新聞是報的 我比他還大 那我就不爽了 我說對啦 他就是藥頭 我跟你講 我自承函 我消費 我就覺得他消費的 怎麼樣 我現在自承函 我讓他直接判七年 竟然 他確實 隔天他的報紙出來 確實我頭皮他 我的頭皮他大 我恭喜 對 但是至少 我緩住一口氣了 他竟然要說我是誰 讓我這樣被大家消費 我不會讓你好過 只是讓你七年進去 後來真的去關 進去關 最近進關 活該嘛 男公關有女朋友還出來賣 還又騙我改情 你看 我也 我騙你改情 抓到了 沒有 不是 我的感情不是那個意思 我的感情不是那個意思 我感情是說 你不能用這種方法來 來怎麼聊天 然後害我被抓進去 然後欺騙我跟你的友誼 對 友誼 我怎麼可能跟他有什麼感情啊